Dream the bell Dream the long way 志盈姐姐好活泼 和小朋友唱唱跳跳夜旦歌曲 名模林志玲在夜旦节前夕 为手表品牌公益活动代言 意卖商品 意卖所得将捐助脑性麻痹的儿童 刚过完40岁生日的志盈姐姐 在微博上公开发表生日愿望 希望生病的人平安健康 而志盈姐姐的婚事 也一直是万劫关注焦点 好像因为过了一岁生日 感觉那个结婚的压力 又会更大的一个 这个压力一直存在 也没有更大 对 然后觉得大家都会很关注 那现在我也开始 好像要认真地关注一下 这件事情 你以前可能会开条件 可是现在就会真的可能说 看到这个人 然后如果有感觉 然后相处 觉得可以在一起 好像比较重要 之前有传闻指出 林志玲打算在五年后退休 志盈姐姐则否认这项说法 不过她表示 对目前现况非常满足 就算明天要退休 也是服务合求 如果可以早一点点 开始办退休也不错 那打算大概多久 打算 要讲一个年纪是不是 没有啦 就是大家约好了啦 该大家觉得 好像 差不多了 志盈姐姐好像可以 稍微退居幕后 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因为很满足了吧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一切 我得到的这个舞台 然后得到的机会 还有大家的喜欢 一切一切我觉得很满足 你说就算明天 好像也夫复何求 迈入不惑之年的志盈姐姐 对工作和感情都有期许 耶丹节即将到来 志盈姐姐说 今年有空可以在台湾 和家人一起度过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陈凯婷台北报导 我认为你会认为你